今年一直到8月底為止 台股的加權指數已經下跌了17.8% 拖累整個勞動基金的績效 勞動基金的部分已經大虧了3200多億 勞動部長許明春昨天坦言 投資難免是有輸有贏 今年是很難轉正的 結果引發潮流力為抨擊 連年有政府撥撥並不是長久之計 要求勞動部競速組成行政院層級的 勞保年金改革委員會 不過學者痛批了 勞動基金的虧損是因為政府拿去 為股市互盤 對於勞工實在是交代不過去 但是說到了經濟 我們來看到 美國的聯準會暴力的升息 全國經濟走緩 工商協進會 理事長吳東亮在昨天說 這一波景氣的走緩還沒有到谷底 現在市場還在觀望 但是台灣企業的基本面還是不錯 因此不需要過分的悲觀 國境已經解封了 渴望能夠刺激內需產業 至於中研院副院長王健全則是預期 美國在明年可能還是維持高利率 全球經濟還有台灣景氣的表現 恐怕會更為不佳 好 另外一個部分大家要提醒的就是疫情了 因為新冠肺炎在昨天新增了 兩萬八千多例的本土個案 指揮中心現在已經說了 比上週一還減少百分之十點二 但是目前依舊是處在高原期 只不過另外一個問題是三大新興變異株陸續在台灣出現 這是羅伊軍表示 上週在機場驗出了一例從美國入境的BF.7個案 現在累計已經有四例了 此外在九月輸出兩例BQ.1.1 還有一例XBB 但都是屬於境外移入的個案 旺報的頭版頭消息則是報導的是 中國大陸依舊堅持新冠疫情動態清零政策 在短期之內恐怕是不會改變的 很多分析師也下調 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到3%左右 同時也降低部分外商在華的投資意願 現在大陸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正希表示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具有強大韌性 還有巨大潛力 開放的大門將會越開越大 未來會陸續推出措施 加大鼓勵外商投資的力度 推動重大外資項目落地 海皇鮑魚干貝XO漲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纖維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蠟七